10一點 1個 這裡 一顆地錄刀...兩個 有沒有打火機... 那這... 我教你 火機 啊 類似 有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掌 最近泰國團體BKPP 到香港舉辦的活動 主持人就把中國、台灣,香港 分開來說 沒想到 下面一堆小粉 emp 玻璃心炸裂 大喊 One China,哇,整場都在喊這個 說台灣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啊 不可以分開來說就是One China Policy 沒關係,帶各位粉紅來看一下 这个案例,來看一下你家盛上是怎麼搞台獨的 圖片中正這個人啊,叫做蔡金樹 立場偏藍偏大一桶 他是台灣一個所謂的學者 於2018年的7月份啊,在廈門 被中共抓了,並且被安上了危害中國國安為友 入獄直到2023年的5月 目前仍被軟禁在廈門的一座島嶼上 不得回台灣 然後各位看一下這張圖片的亮點在哪 中共央視給的標題上面寫什麼 他是台灣間諜 按你們的政治正確來說 任何台灣的字樣出現在中國的平台上 應該都要加一個中國台灣 所以這一個按你們小粉紅的政治正確來說 央視下的標題應該寫中國台灣間諜 為什麼這個時候就可以不用說中國台灣了 就單保留一個台灣間諜 欸?我們台灣的藝人上你們的節目 不管他是不是統戰的節目啊 你們的綜藝節目也是啊 一定都得按上中國台灣藝人 然後中國香港藝人 欸?好笑喔!上海的藝人 武漢的藝人就寫中國 或是上海 你不會當前面按一個中國對吧 所以這是最可笑的 那台灣在你們的概念裡面 是中國國的一個省 所以在這個概念之下 就是中國台灣省的學者 跑去中國福建省的廈門 被當作是間諜啦 你有聽過美國今天說 嘿!我今天在華盛頓啊 我今天在紐約啊 逮捕到了一個加州的間諜 你聽聽看你自己在講什麼呢? 國內自己有間諜在攻擊自己的人 那個間諜偷中央政府的資料 或是他省的資料給這個省的政府 你知道你在講什麼嗎? 更何況這個人的立場 是偏祖國統一的立場 在舔工嗎? 你在跟中共談條件啊 你下場還比台獨慘耶 看一下這個胡適的兒子 他下場如何 49年投降的國軍 下場都如何 中華民國前副總統 也是中華民國的代理總統 請問李中仁跟中共談條件 結果下場如何呢? 他跟劉少奇、周恩來下場都差不多嘛 這個周恩來跟你們的毛慎上關係啊 跟這個慈禧 還有光緒的關係是有點像 快走的時候啊 權力最大的那個 不希望自己走的 比權力次高的那個人還早 所以啊 用的手段都相同 所以光緒先走了 所以周恩來先走了 這個就是中國宮廷鬥爭文化 那前幾天啊 香港的迪士尼 也是有中國人跑去鬧事 一名小粉紅 要跟雪莉熊合照 但是要排隊嘛 於是他就拿出自古以來啊 中國傳統優良文化 文良公簡浪 要求工作人員啊 還有旁邊排隊的觀眾 先讓他拍照 因為啊 他時間寶貴 一秒鐘幾十萬上下 死心五塊 好不容易打了一年功 可以來香港玩 為什麼我要浪費時間排隊呢 當然工作人員不會讓他插隊嘛 讓他回去排隊 他就覺得 你不讓他插隊 就是在辱華 就是在看不起中國人 並且在影片中大喊 香港是中國的 我要收購迪士尼 我有兩百萬存款 即便你沒吹牛啦 你有兩百塊人民幣的存款 兩百塊人民幣 可以買下 美國的迪士尼經營權 兩百萬人民幣 連迪士尼的一個故事 你都買不起耶 搞笑喔 所以大家想要了解一下 香港人現在的現況 可以去看我昨天那一支 訪問七到八個 來台灣生活的香港人 他們這四年來 經歷了些什麼 他們到台灣又面對了 什麼樣新的難題 大家可以回去看我昨天那支紀錄片 是有點內容的啊 不是像我今天這支影片 哈小粉紅 不是 當然那種流量都會很低 因為你們喜歡看哈小粉紅 其實你們從流量就開始看得出來 大家也不用否認啦 其實啊 只要你願意 任何事情都可以被辱華 像是這張圖 帶大家來看一下 德國酒店算不算歧視中國人 酒店除了提供商務廳 有電話 有WiFi 說可以上網辦公 結果電腦 只有字母輸入法 根本都不考慮中國人 也就是中國人用這個電腦 根本無法上網辦公 電腦系統裡面 自己去那個語言那邊設定 然後鍵盤輸入法 你自己去設定一下 是可以有的啦 所以中國的酒店 是有提供德文輸入法 還有西班牙文輸入法 是有多自白啊 我們再說回來這個PKPP 在香港的活動 除了把這個港獨 還有台獨分裂出去之外 活動也邀請到台下的粉絲 上台玩遊戲 主持人跟上台的粉絲說 你聽不懂粵語的話就不能玩囉 這個主持人是主辦方找來的 泰文翻譯兼YouTuber阿金 那他平時也都是說英文說泰文 然後說粵語的 那自己也不太會講中文 但這個措辭呢 讓台下的小粉紅不滿 說在中國的領土就要說中文 說粵語說廣東話就是不尊重中國人 按你們的邏輯來說 粵語也是中國話的一種對吧 在你們的邏輯裡面 那人家在自己的家鄉講粵語 人家自古以來幾千年就是在講粵語 對吧人家粵語還說的比中文好 你今天到人家的地盤 我不管是不是同一個國家 那是人家的家鄉 人家說粵語有何不對呢 對吧 而且最後你們玩遊戲也是用英文玩阿 那不是嗎 因為泰國人也不會講中文阿 你今天去歐美旅遊 你會逼店員說中文嗎 正常來說不會對不對 但小粉紅就真的這麼做了 帶大家來看一些小粉紅 在歐美國家是怎麼 是怎麼秀下線的哈 我們等一下來評價一下這些影片 哈囉 一個記錄卷 兩個 兩個 兩個記錄卷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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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這個 OK 1200G2 這個 OK 好的 這個 OK 這麼多 這個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小粉紅她就是故意說中文的 英文也故意不說 我聽這個女生剛前面講的應該她也不是英語的國家 應該是西班牙或是法語之類的國家吧 對吧 所以你們用英文我覺得是很公平的 而且英文本來就是作為世界上比較方便的交流語言的工具 包括你們自己小粉紅 在打出中文的時候也都是用英文的羅馬拼音 不是嗎 如果今天這個事情發生在中國會怎麼樣呢 欸 店員是中國人嘛 然後一個西班牙的旅客進來 她也不跟你講英文 她也不跟你講中文 她就跟你講西班牙文 然後就這樣 這個事情被PO上網的時候 她會說 你來中國就必須講中文 然後你們會批判這個西班牙人她是故意的 你明明也可以講英文啊 簡單的英文不會嗎 對嘛 簡單的英文你不會嗎 這個英文程度 把他國中國小就可以 就會講了耶 這不是多會色難懂的什麼conversation 也不是很堅深的什麼文學學術交流 很簡單的 你要點什麼 我要點這個 幾個大中小多少錢 這樣都不會嘛 天啊 就明顯你們故意的嘛 還有還有 三寶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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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會再說 有沒有啤酒 就是轉個轉個 開啤啤啤啤啤 開啤啤 開啤啤 OK 那就跑到了 謝謝啊 嗯 有什麼色的啊 這個 中間那個 綠色的啊 欸欸欸欸欸 對對對 啊對 好謝謝啊 真的是 我的 我的 三個字送你啦 接著看下去 拿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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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眼一眼 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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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死駕 死駕 你在講日文喔 四個 你講死駕 你那種英文的那種 話音人家也聽不懂嘛 想說 爽 爽 爽 哇 人家這樣就聽得懂 我們大火雞的英文都不會 還有欸 有沒有打火雞 那參與你吃 我教你 火雞 開開開 來囉 來 現在來 我們進去點個湯 可以點湯嗎 我來一份這個 我要一個這個 再來一個這個 這個 倒燒氣 然後喝的話我要 還有這個 我要一杯咖啡 哎呀 好不寂寞 什麼意思 中北 中 蛤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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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說 咖啡 我跟您講哈 這種事情發生在台灣 應該說你的身份 如果是台灣人 你拍出這種影片就是被炎上 你丟台灣人的臉 你去其他國家 這樣子去抹黑我們台灣 但在中國做出這個行為 小粉會豎起一個大拇指 你看 全世界都在說中國話呢 呵呵呵 接著看下去吧 哈囉 哈囉 這個 綠茶行兵樂 過來一個 綠茶行兵樂 行兵樂 來 小餅 文塞是小的 啊 啊 啊 卡不清呢 卡不清呢 這是什麼 多少 多少 三 OK 這個 這個是卡不清呢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那 聖上在跟西方世界脫鉤的不是只有經濟 還有包括語言的交流 還有價值觀上的交流 就是這樣 你各位知道 聖上最近幾天說了什麼嗎 他公開的說 我們要加強國內的內經濟循環來應變不實之需 這句話是不是驗證了我兩年多前說過了 聖上的政策就是一直在加速的與西方脫鉤 而外商外資不來 外商外資大量減少 不是說沒有 大量減少 而中國的經濟現在是無法支撐這樣的局面 所以要加強內經濟 加強內循環 因為外部已經沒有機會 不就跟大清一樣了嗎 那加強內經濟內循環 是不是也可以避免掉未來 中美衝突 中國跟台灣有衝突 中國跟日本有衝突 我都可以 不怕被你們制裁 我就制裁 我就壓榨我們自己的14億的人況就夠 讓中國人吃草 吃三年 吃十年 S掉1.4億人 犧牲掉北上廣深西安還有重慶的人口啊 我們都可以承受得了這種代價 對吧 這是你們李毅說的 雖然有人說李毅跟聖上這個思想差距差很大 其實差別根本就不大 他們是同類人 只是聖上現在在這個位置上 他沒有辦法像李毅講的那麼開 聖上先講的任何話你們去給翻譯翻譯 裡面的字體行間跟李毅說的這樣大白話到底區別在哪裡 實質上是沒有區別的 兩者講的核心價值是一樣的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下次見了 掰掰